2月48日下午3点03分 一位叫感悟幸福的网友粉丝留言问我 预算十多万买车 第二代XN75plus和第三代HalfS6 哪个机器辩论箱质量好并且油耗低 该如何选择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镜头前的粉丝朋友话聊帖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如果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十多万出头 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频区留言 给个建议帮忙忙他 首先这两款车都是咱们国内的一线品牌 并且呢 XN75plus和HalfS6都是各个车企的 每个车企的主销主打车型 销量都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HalfS6头一年非常好 这两年销量就下滑了 那么这两款车到底哪个好呢 其实十多万出头买车的 这个价位买何之车呢 都是小型SUV 锦州级的SUV 飞的特别小的SUV 配置也很不好 而且方向边边上不打地 格因也不好 十万出头买国展一线品牌 XN、吉利、哈尔夫、奇瑞 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好的 十万出头买车的 买的就是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本质性 特别是我们老百姓买车的 都想多用几年 拼的就是开个五六年以后 谁都发动变速箱 他就买了一个 XN75plus基于蓝键N1平台 国家打造的一款车 搭载自软源发生20T的一个发动机 匹配个爱心8IT变速箱 HalfS6 它基于长中柠檬平台打造的一款车了 自主研发的20T发动机 自主研发的七两的四十双离合变速箱 发动机来讲呢 还是XN的七五这个20T更好一些 更耐用一些 油耗略一点点 HalfS6呢也可以 也耐用 但是油耗要高一些 知道吧 9高到10了 变速箱呢 肯定是XN75的爱心8IT 要比这个七两的四十双离合 比HalfS6的更好一些 更耐用一些 虽然是HalfS6的转动效率更快更好一些 但调教了一半 比如说HalfS6 动作转弱和HalfS大狗是一样的动作转弱 但调教了它 绝不如这个大狗调教那么平顺 那么顺畅 知道吧 要顿丑 所以说变速箱也是XN75的更好 来说熊卦呢 都是前半分期 后面是多两杆熊卦 杂质感质量都很不错 都很优秀 但这两台的形状质感 跟进一方呢 XN75 Plus要比HalfS6好很多的 是吧 类似用料也是啊 比它好很多的 这个XN75呢 外观更加的年轻时尚 一种复合年轻人 HalfS6呢 属于中国中具 更复合于中年人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台是我建议啊 无论说行动质感 各种进一方面呢 发动你别说 XN75 Plus要比HalfS6 更好些它 是吧 一号方面也比它更好些 那没有开过或买过 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你们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